Hello, 大家好, 我是 KF 今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最近很多人会做online meeting 或者webinar 而我们在online meeting 里面有什么可以准备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这是一个user experience 的问题 离开会或者上webinar 时 有些人会早到 早到会怎样呢? 因为未曾到时间或者未曾到时间 但我们有没有办法在等待时间里面 令到等待时间更有意义呢? 我给大家一些建议 第一个就是 可不可以做一个单卡的时钟 一个clock 让参加者知道还有多久需要等 而且可以趁这些时间 告诉参加者有什么要准备 或者我们的 event 未开始前 需要准备什么 纸笔等等 如果需要报导 或者打卡 或者check-in 可以怎样做呢? 应该怎样做呢? 在这个 event 安排方面 有什么要跟大家重新说一次呢? 或者提醒一下呢? 这个event 结束之后 有什么需要follow up? 无论是主办机构 或者参加者方面 有什么follow up呢? 结束之后 会有些questionnaire survey 想大家能够复分的呢? 结束之后 例如有些material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是否可以让他在某个地方下注呢? 还有如果有什么问题 他可不可以 有人问得到呢? 这个contact 是哪里呢? 还有整件事结束之后 有没有一些information 或者是遗留下来的一些information 或者follow up的呢? 可以有个web site 有个web page 可以让他follow呢? 除了这个之外 另外有没有announcement 是考虑会做的呢? 那你趁这段时间 如果你的居机构 或者你的会 趁这个机会 可以有些什么 新的消息 新的notation 未来有些什么event 有些什么activity 以及有些什么 要提醒大家 那这些都是可以趁这个机会去做的 那有些event 可能我们要收钱的 收钱其实呢 尤其是现在在online世界 未必是即时给到钱的 因为不是即时给到钱的 所以有时有人会 做的事情忘记了 所以有时我们需要做一个reminder呢? 那在做reminder的同时 就重新一次 有什么办法可以make a payment 通常最好的就是多一种办法 最好有一个清楚的list 可以列出来 或者有没有一些special offer 因为你参加会议 或者因为什么原因 有些好事 可以介绍给大家 有些好事 或者有些好事 或者有没有一些 souvenir 或者这些special offer 什么时候的deadline 等等 都可以趁这个机会去提醒一下 那怎么去做呢? 那当然 在一个meeting的时候 大家会很忙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 自动化的方法去做 那就是会用powerpoint 因为在zoom meeting 我们可以share powerpoint 只要我们把powerpoint 做得自动去运转 那我们就已经不需要 是有人去manage 那一路去运转 不断去重新 那些人虽然在等着 他都会看到很多东西 那 那 首先提过 那个timers 怎么做呢? 其实在microsoft store 上面 可以download 是powerpoint 所用的timers 叫做slice timer 只要安装了slice timer 之后 就可以做到 好像这里 绿色的 一路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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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免费的 那 那刚才所说的 那么多的内容 可以prepare 这些不同的powerpoint slice 写了些东西 那 做完 这些powerpoint 你准备工作之后 记得在powerpoint 上面 按transition 把所有的on mouse click 因为你等它自动 那你不需要有人在这儿 去等 逐个逐个slice 去click 那就可以做到自动 那把on mouse click 这个check box uncheck 那下面 就加上每一个slice 停留多久 这些时间 5秒钟 15秒钟 15秒钟 那就可以自己设定 那 而呢 当然 就为了可以自动化 可以让powerpoint 自己去loop 那根据这个指示 就进去slide show 的setup 那里 就可以 check 这个check box 叫做 loop continuously until escape 那 到最后 就可以 是 go live 那 通常都是 从 beginning 开始 那 就会把这个powerpoint 就是用zoom 去share screen 出去 那大家就会看到 这个powerpoint 不停去loop 包括之前所说的 你可以把它放进去 那 有些事情可能要留意 可以的 如果你 这个可以做 可以不做 但是 如果 大家 都已经是相熟的 一些 开会的人 或者 不需要 做一个很 tight的control 的话 那 可以 不设定 waiting room 所以waiting room 在zoom 就是 不要被人留意 大家先等 直到主持人 click admit 他才能进去 但是 这个 选项 可以 切除了 即是 人们一进来 自动就进去 那 自动 看到 powerpoint slideshow 里面 说些什么 如果支持人 没有空 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另一个 第二点 就是 另一个 setting 是zoom 里面的setting 叫做join before host 如果 host 没有空 就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setting 就是 让参加者 甚至 host 都可以先进去 可以考虑一下 那 最好 也是有个网页 因为 早来到的参加者 早 login 他们只能看到 指数 但有些人可能迟 迟 迟 如果想有什么 announcement 有什么reminder 就完全看不到 所以 最好 就是separate 地方 现在最好 都是用 web page 因为web page 你可以做一个 KR Code 或者 订阅 在check area 大家都可以 去follow 到 这是一个 很好的办法 就是做完 刚才所说的 reminder notification payment 等等 就算 他辞了 或者 他 完了之后 他还有个地方 可以找到 有关的资料 尽快提醒 我曾经在网上搜尋 发现有些 是powerpoint用的 countdown timer 很漂亮的 挺漂亮的 如果有兴趣 可以在这条链上 download 自己试一下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这么多 多谢大家